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通过一个虚构的情景可以轻松地拾其合作 项目目前认为自己已经被退居为法国国王 其中的区域实际上是一个被设计以保护塔塔大宫殿 所有有关人员都是被告知此虚构刑警 并且被命令遵守此策略 家务人员只能由低检人员担任 负责上SCP-082的首位被赋予二级许可权 但被指示尽量避免与SCP-082直接互动 描述 SCP-082在基因上是一个人类 原来通过某些手段 化学 荷尔蒙 癌性 或超自然手段 SCP-082成长出了巨大的体型 SCP-082的外表特征比例极为不正常 约2.4公尺高 超过310公斤重 它有一个略肩的兔头 大耳元的下额 球巾状的鼻子 以及凹陷的漆黑色眼睛 项目过重且拥有巨大的肌肉量 前置机有发达且危险 周长约71公分 项目的拳头颜值关节约30公分宽 项目的皮肤晒得有黑 并且体表辨布无数伤疤 多年来试图压制和收容的结果 因为其机有组织的极高密度 大部分的X光都很难透过 但是扫描显示在SCP-082体内牵着无数子弹 以及一些匕首和刀刃 SCP-082自称费尔南德 会讲流利的法语和口音很重的英语 当他说话时紧咬着巨大的牙齿 SCP-082就在近视和唱歌时才会分开牙齿 项目会为了自语而唱歌 尤其是在做饭和吃饭时 歌曲范围包括从被遗忘的维多利亚时代酒吧小调到现代经典 SCP-082不疏离脑袋两侧的头发 但是会修剪 使用的是一把本来提供给他用于准备食物的切肉刀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面部毛发也极为夸张 一根约一公里粗 粗细和外观与自动铅笔的笔芯相似 偶尔SCP-082会用力紧咬住牙齿 以至于牙疮触血 但是不知原因 这被视为正常现象 SCP-082的风度举止非常友善且无忧无虑 SCP-082在被监管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服装 并且他很喜欢以不同的潮流装扮自己 包括普通衣服 军队制服 小丑装和女装 因顺应其要求攻击其新衣物 桑木时常试图开玩笑 并且对人很有礼貌 常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然而访问者应注意 在任何时刻 SCP-082都有能力攻击 并且吞噬他人 桑木常为自己吞下他们的头的方式 打断某些人的谈话 并且将他的房间搞得一片狼藉 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而道歉 SCP-082的下额 常常到处于嚼碎骨头 而且他看似很喜爱颅骨 攻击行为似乎是随机的 没有任何动机 项目最近是否进食 对这种食人的饥渴没有影响 SCP-082无法将现实和他阅读的小说 或是观看的电视节目 电影区分开 SCP-082曾多次表示 非常渴望见到他最喜欢的人 汉尼巴·莱克特 而且项目会相信 所有的电视节目 都是某种形式的真人实景 虽然项目在记忆和解谜上 显示出了智力的提高 但是细访 讽刺和小说超过其理解范围 SCP-082显然理解谎言的概念 可以看穿其他人明显的撒谎 并且当被问题过去时 通常会说出明显的谎言 根据SCP-082的说法 他是 一只吸血鬼 一个人造人 大鸟 巨人安德烈 拿破仑 奥贝里克斯 布莱特博士 浩克 亚历山大大帝 虎克船长 夏洛克福尔摩斯 法恩克斯坦博士 法恩克斯坦博士的怪物 当被问及这些谎言时 他这一口说 可是我举出我故意说的谎 以上就是SCP-082 简单地说 SCP-082虽然有人类的基因 但体型巨大 且拥有粗壮的双手 与相对较小的脚 他拥有刀枪不入的肌肉 虽然平时非常友善 但却会随机地攻击人类并吞食 SCP-082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的故事 基金会欺骗SCP-082 让他认为自己是法国国王 以方便收容 从SCP-082所知的歌曲 可以推测 SCP-082或许已经存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SCP-082也是动画Confine 门中 第一集出现的SCP 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素权的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